我叫洪琦 然後其實我覺得今天比較像是在講我自己個人的故事 然後這個好死不死就是 從去年開始就有人覺得我在做這件事叫做Maker 所以他們開始叫我 那其實是Maker 我就是覺得好多事欸 我也不曉得 反正就是 就是我藉由透過自己分享我自己從研究的時代 然後一直走過來做了哪些事情 也許可以看到為什麼會被定義成Maker的狀態 那其實Maker這個概念我一直在想是到底什麼Maker 剛才李國廷 李國廷兄有六千塊一些Maker當中 他是一個 應該是每個人跟他的定義都不太一樣 可是我覺得有些大原則或是怎樣的方式 也許可以跟大家一起再討論一下 那 對啊再講一次 我叫洪 曾宏琦 然後 我大概研究所的時間都到現在 到目前為止都花很多時間在參與社群的活動 那那個社群叫什麼 叫OpenLab台北 然後 很多人會誤解我以為是創技術教練 或是創意的分享 或是一些國際外的 國際上的一些有趣的計畫的 的觀察之類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我比較像志工的身份 然後有時候會搬出一些活動 或是記錄大家一些討論的一些 然後文章經驗 把它歸練 建檔 那一方面也是幫助我自己的 那一方面也幫助未來的我自己 因為人的記憶都 記憶都不是很好 你很有可能現在遇到問題 記錄下來之後 可能幾年後 你會遇到 結果我Google一到 這不是我N年前寫的文章嗎 就有這樣自我幫助的方式 然後我網路上的ID 如果你看到我一些 整理文章 或是分享一些東西的話 基本上我的ID都是用Ponkey 這幾個字去分享 然後後來 後來從去年開始 就是認識一群喜歡動作的朋友 他們開始就叫我鄭公子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現在又多了一個暱程 就是他們可能在Facebook 有人說鄭公子你上新聞 我不知道 反正 我覺得鄭公子你聽的 有點猥褻了 可是我沒辦法好玩 隨便拿 然後 Open Level Type這個社群在幹嘛呢 他其實從一開始就 就在專心做一件事 就是專注在Fros Art 這個層次上 這個領域 那什麼是Fros呢 然後 欸 對不起 然後Open Level Type這個社群 其實是 是一個脈絡 大概是2008年的時候 是來自於交大辦了一個工作坊 叫做玩區 那個工作坊就是標榜使用 Open Source Hardware Open Source Software 比如說Arduino 比如說一些開放的軟體 硬體去做 做藝術創作 然後分享 然後在工作坊 那 我一天就學到很多 有關這方面的知識 技術 然後當然還有更重要的 Open Source的精神 所以這件事對我的影響非常大 到現在 只要他們每年有幫我動 都會去 去推廣 或者去當自購 那這世界上有很多資源 比如說 在藝術領域 或是設計領域 互動設計領域 最常遇到的就是 這幾套軟體 因為我們 我自己相信 這世界上的創作 不可能只局限在某種工具身上 比如說 我們 太過於習慣說 我們做什麼創作 做影像創作 是想到只有Photoshop 可是這世界上還有 跟Photoshop一樣的工具 或其他可能性 所以我對Open Source的概念 那麼熱愛 其實是從 其藝術的觀點 去切入回來 因為在過去 過去文藝復興時代 其實是 這種學創作 它是一個小型工房的 狀態 就是老師帶學生 去做 做他們想要 他們自己需要的工具 跟繪畫的材料 所以那時候 是非常 非常手操作 以及一個傳承狀態 可是到了 到現在的時候 因為我們 會依賴電腦 可是依賴電腦 因為衍生出來的問題 就是我們對於 那種工具的綁架問題 非常嚴重 我們不會去改 比如說我覺得Photoshop不夠好 可是我竟然沒有辦法去改 變動它 或是因為 因為 就算我有辦法去變動 可是它也是一個封閉的狀態 所以我根本 連漢濃耗的可能性都沒有 所以連 連作業系統也是一樣 所以後來 我整個 在研究中發現這件事 是時候 我開始把我的整個 錯誤系統 還有什麼東西 就是全部都 我派的Linux 跟 無邦圖這個 還有一些自由軟體的程式 還有 還有一些 Aduro的硬體 因為對我來說 那是一個全新的領域 那我也透過這些領域的 學習 我也知道它背後的精神 跟可能性 以至於 後來 後來有所謂的Maker 這樣的概念起來之後 就 就瞬間被歸列過去了 我說喔 我是Maker 大概是這個原因 那這上面有看到幾個就是 像如果你對於寫程式有興趣的話 可能 可能一開始從 Cubilator或是Proceding去切入 就會學到一些很簡單的 建立你 程式的基礎和概念 那如果你對於Aduro 想要開發一些機器人 或是 一些互動裝置 或是一些奇奇怪怪 有的沒有的東西的話 可以從Aduro中開始 那現在 從去年開始最紅的 就是應該是 3D1表姬 然後 其實3D1表姬會熱起來 不單單只是說 3D1表姬越來越便宜 而是 它其實很大的原因 是從Reverry這個計劃開始的 不過這個講完 就是各式另外的故事 可能暫時沒有講過完 可以講到半天 所以大概有這幾個Logo 對我來說 是 佔據我現在生活中很多的時間 可是也滿有趣的 那Proced是什麼呢 Frost它其實就是 1 2 3 4 5 沒有五個單字的索型 它好像是牙籤 它其實是五個字母的組成 因為 尤其 常常在玩 自由軟體 open source的人 常常會 會因為 open source free software 這幾個自稱搞來搞去有點 有點 所以開始 國際上會有人想要把 這兩個精神 這兩個主持 他們想要做的是 把它 統整在一起去尊稱 所以就開始有 Frost這個單字出現 Apple就是free 可是free 這個免費的磁性太強了 所以後來又追加一個 ebrow 就是自由 open software 這幾個單字去組成一個 Frost這個概念 那 那簡單來說就是 OpenLab的台北社群就是在這樣 就是在交流 討論 跟使用 推廣 這幾個 東西上 那一開始都是軟體 可是後來 因為aduno 進來之後 它也是open hardware 所以我們開始有了 硬體上的討論 跟交流 那為什麼 為什麼 你們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我念一個 藝術的人會 會去搞這個有名 因為我研究所在研究的是 科技藝術 剛才有提到 研究科技藝術 到最後會發現 科技工具綁架的問題 真的太嚴重了 如果你要去改變一個東西的時候 你非常的難介入 尤其你就是 藝術本位的 也不是技術或資訊 你本身要切入 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 那對我來說 如果你那個 open source 它就是打開一個 黑盒子的狀態 就是剛才主持人講到的說 你可以去 拆解 打開 重組 改造 那這件事對 對於藝術創作來說 非常有幫助你 你願意花一點時間 願意找你的朋友去研究 那你就有改造 跟修改成為 你自己版版本的可能 那這幾年也就是 嗯 從去大前年 反正更好幾年 就開始 反正就是 Arduino 出現在這個世界上的時候 就開始 慢慢捲起 有點旋風 就是 原本 open source 這些原本 只是在軟體領域 印體講了好多年 講到最後 就一直卡關卡在那邊 就是你拿神魔 你奇怪 是不是對我們沒排好還是怎樣 反正就是卡在那邊 後來Arduino 跑出來之後 開始 就是好像打 一個加速器打開之後 就開始 就一路狂奔 你可以看到 Kick and Star 的那幾次平台上 超多 數千 數百 的那種計畫 是跟 Open source Hardware有關係的計畫 其實都 很多的原因就是 來自於 Arduino這個東西 那Arduino它也影響很多 那個Anderson 他們在做 那個四手飛機 做這種飛機 它也影響到了 從去年台灣一直爆發的三陰錶機 因為三陰錶機的核心就是 Arduino 那 這一塊就是Arduino 這是我 我們人生第一塊 Arduino 然後它 那時候的版本號碼 叫做Arduino NG 不過 用了 用了一點點 碰到它真的NG了 那就掛掉了 不過對我的意義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會一直把它留著 然後 其實我 可以跟大家誠實講 其實我沒有特別喜歡3D錶 因為 因為我覺得它被 被過度的神話 我就一直覺得 這傢伙太詭異 然後 是因為為什麼 會去研究它 是 就回到剛才Arduino 這東西 因為Arduino建構了 它的核心 它的驅動核心 也就是說 Arduino之後 3D錶已經 任何這個計畫 它會起來 不然 那3D錶這個技術 大概二三四年前 就有人升級的轉移 那為什麼到了 近幾年才整個爆發出來 那一定有一個 有一個致命性的關係 就是 它被簡化 被容易操作 跟低降 或是其他社群的爆發的可能性 所以把它 把它整個席卷 整個全世界 那 Open Source 這些東西 原本都是 一開始都是工程的取向 可是因為 社群的 每一項Open Source工具 一旦 變一Open Source 出來 你的價值核心 是對的 其實你把它放在網路上 之後 它就會 建立一個社群 一個完整的社群 全世界就是一個實驗室 每個愛好者 都會去回報它的 它的想法 它的概念 跟它 跟它想要做這種可能性 其實說 這個東西 一旦 很有趣 它會影響很多人 去完整的東西 Arduino 一個最好的例子 Reveler 從它 2009 2010 那時候 開始從它第一代的 三天表結出來 它已經 經歷了好幾代的改變 跟修改 它現在慢慢進入一個 穩定的狀態 所以說現在 很多人進去玩三天表現 自己組裝的 越來越容易 當然也有一些 商業的使用 如果你願意遵守 Open Source的精神 的話你也可以把它拿來做 販賣跟引力的使用 基本上就是要遵守它的 它的 精神規則 這樣會 會比較好一點 那也就是說 簡化 開圓 社群 也就是說 分享 造成這樣 有趣的計畫 越來越恐怖發展 那對我們藝術創法來說 我們本身雖然不是 不是一個 不是工程師 也不是 資訊於類型界 可是 當我們需要 技術上的資源的時候 我們選擇Open Source 其實Open Source 這整個大社群 其實是我們技術的 最好的資源 那只是 現在問題 又回到一個 你最基本的 創作的基本的核心 就是 你越來越花心思去做 然後做出來 不然去做一題 然後去做一題 然後以及 以及 你的創意夠不夠好 這個關鍵的核心下 那雖然Open Source的 軟體硬體的東西 越來越多 那 可是這會造成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每天花很多時間 在看那些東西 可是我們缺乏 動力或者缺乏 統靠去 具體把它做出來 所以 我們開始 Open Level Type的社群 開始會去辦一些 辦一些活動 因為對我來說 最重要的是 經驗這東西 是無法被記錄在網路上 跟 跟影音檔 什麼 或是一種 數位打翻格式去記錄 它是必須透過 透過 人跟人 這樣的 面對面的交流 比如就比今天的交流 我覺得 這種實質的 資質交流 是會更 更加有力量的 而不是在網路上 只是 轉接來 轉接去 你按讚 我按讚 你讀 他再塗一塗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是 是很非常薄弱的 所以說 經驗是必須透過 人跟人交流 還有你透過你始作 透過你的身體的勞動 可能性 你才會把這些東西 內化成你自己的東西 其實 講起來有點像修行 有點苦心 有點苦心 差不多也是透過這種自我面 那一開始我研究實在就是 為什麼有這種聚會的概念 也是來自於台灣幾個 幾個老牌師的這種 科技宰宰的 科技宰宰的 科技大大們 就是他們也在辦一些 LEADERS的聚會 對我影響最重要的 就是一個叫TOSAC 一個叫Hacking System 這兩個聚會都一直還在 那Hacking System 有趣的是 他原本的發展 發起人已經 不是已經 甚至他 就是人生的規劃 他比較少出現聚會 可是他的 這個精神影響得到 年輕領培 所以現在主持人 換了另外一個人 可是他一直在營運 這對我來說 Open Source 跟社群的 很重要概念 就是你這個計畫 或這個東西 是有趣的 他就會影響到其他人 就是儘管有一天 發起人他累了 或是 可能會影響到一些人 會繼續把這個精神 在營運下去 那我們為了辦這個 申請巡會 我們開始都是在咖啡廳 跑來跑去 可是每天都要 每次聚會 要帶大包小包的 工具 焊槍 或是一些零件 去聚會 其實是非常累一件事 所以我們後來 2009年的時候 有一個私心的教授 叫鄭若瑄老師 就給禁運 欸 洪慶 我看你辦那洪慶 你乾脆去申請 保障研 國際藝術村 那邊有空間 你把申請下來 就當作能定期聚會的地方 所以我們後來就 就很盡力的申請到那地方 後來就慢慢的 辦一些實體活動 去做交流 然後我一次把那個地方 定位成社群的聚會空間 一開始什麼都沒有 可是 我還蠻會實慌的 所以 在這個畫面上看到很大 絕大物流的東西都是 我撿回來的 或是 就是我們 我們辦了活動 辦了好幾年 有些人就覺得 洪慶你不是最好 你真的在玩真的 就開始丟一些 就有些 沒有人給我東西 我就慢慢把它整理起來 就 行錯這個空間 因為某種程度 我覺得這種 透過這種 有 就是很不順遂的方式 在做一件事的時候 它比較多故事 比較多 經歷可以跟大家分享 如何去完成這件事情 就是 那時候對我影響來說 有資源有資源的玩法 沒有資源有沒有資源的 可能性 其實做什麼東西 就是看有沒有 有沒有那個意志 我想要 你有沒有那個狀態 想要去把這個東西完成 那時候我們 辦了很多種 很多個活動 那時候我們第一次的辦 那個 3D表記的聚會 因為那時候大家都在討論 在網路上 在討論如何做3D表記 可是有些人會卡關 那有些人不知道怎麼進來 那有些人不知道怎麼出去 就是不知道怎麼去把東西做起來 所以我們就辦了一個聚會 就找了一些人 在討論3D表記的 卡關的地方 可能性 以及解決方式 那時候在 比較熱門的 一台3D表記叫做Delta 它就是透過三軸 然後三軸移動 向上拉的方式去3D Print 那後來台灣有個叫 有一個 有台機器後來叫Atom 它就是這種類型模式去做出來 那時候也有 旁邊也有人來 反正那時候我們就 我們在討論這一台東西 那我們也會不定期的辦 通常都是有一些美術館 或是其他的單位找我們辦 或是有時候 我們自己的成員就是覺得 好像學會新的招式 想要跟大家Share一下 就會辦工作坊 我們去跟他分享出 我們如何去電子焊接 用一些電子器去做一些電子樂器 或是其他的焊接的可能 的計畫之類的 然後這個應該是我們前年最強的一件事 我每次演講說 我喜歡用這一招 已經騙了不少人了 而是真的 只是可以拿出來 可以當一個很好的梗 那時候有個藝術家 文英超爛的 文英忘記她名字了 她是從歐洲那邊過來的 她在博士的論文 就在研究說 這世界上工作應該 沒有性別區分的問題 她覺得寫程式和電子電路做科技 不應該都是男人的天下 她覺得女生有女生的優勢 所以她就在全世界跑來跑去 去分享跟介紹還有推廣說 女生也可以寫程式 也可以做和這些電子電路的 她為什麼那一年會來 保障給我們的空間辦活動 因為那個實踐大學 有請她來辦工作法 可是她想要認識一下台灣 所以她有多留幾天在台灣 可是她沒有地方住 然後說 後來就朋友的朋友介紹過來 我就說 我們這個可以供應 可以提供給你 可是她後來覺得 覺得不太好意思 就是說就辦了一個活動 她就說 我來辦一個博士給女生 我說媽呀 只辦給女生 真的有女生會來嗎 所以我們那時候 因為我們這個空間大概可能 大概12個13個人左右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開一個名 然後丟在網路上Facebook 什麼問 就是去訊息然後出去 我在想你如果願意來一半 或是幾個就很了不起的 結果後來完全出國意料之外 我真的來了十三個人 十四個人報名 後來第十三個 我就很隨便的 因為那空間你不嫌棄的話 就可以過來 所以在那時候 就像個小書筒一樣在旁邊 在外面 她說男生不能進來 我就被踢出去了 我就是只能在門外 看著他們好看照 所以你永遠 我那時候的紀錄 就永遠在外面拍著他們在幹嘛 那有時候他們的空氣 我找不到什麼工具 我就要進去跟他們講 工具在這裡 反正就是一個 一個 waiter 的狀態 就服務 各位公主們做漢節 還蠻不錯 還蠻享受的 對啊 然後 我覺得應該是台灣 史上第一個 給女生的work out 就很感謝內術家辦了這個活動 然後讓我看到台灣女生 不一樣的面貌 會不會太矯情 你看不會 然後這也是 就是open level最重要的核心 就是親手 動手去做 然後動手做或是辦聚會的幾個重要理由 你可以在這個聚會裡面去選到 那些工具的使用方式 有時候是新工具 有時候是舊工具 可是這些經驗都是完美 需要被操作跟傳承的 因為這些東西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 跟家裡有沒有弟弟妹 或是你們有親戚的小朋友 他們其實在學校教育裡面 一定不會碰到這個 反正你們回想 可是我們以前還有武功? 武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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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功? кое工程 或是一些動手做的課程 可是到他們 年輕時代時候 因為安全 tax 或其他考量 或是亂七八糟的理由 那些教室完全慢慢變成電腦教室 所以他們或是其他可能性的時候 就只剩下拿皮板滑滑滑滑 或是拿滑鼠的鱸鱸鱸鱸 就只剩下這幾個傷害的可能性 我就覺得有點無聊 所以我覺得辦聚會的方式就是在建立這些狀況 然後這世界上越來越多這種新式的彩票 或有趣的小玩具出來 它會激發你的創意跟可能性 可是這些東西不會在學校出現 因為學校有些東西要進入學校 就代表說這個東西已經成熟到 它可以被內化成學校的系統之一 可是這些東西不太可能出現 不太可能那麼快 像Aduber這種東西也是到近幾年 才慢慢導入到學校的教育裡面 可是大部分還是以一種外掛的方式 在學校的體制邊緣遊走 其實我覺得學習或是製作 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從做同學跟學中就 就是這是最基礎的 最基本的精神 可是很多人都忘記 他們以為看過一個東西 或看過Youtuber的教訓就會 可是這是不可能的 那這種聚會以及這種 workshop 我覺得有一個附加的屬性 也是我過來才比較感受到 就是你可以在這個聚會活動裡面 你會知道跟你一起玩的 這些人的個性怎樣 他的能力到什麼程度 你不會因為他嘴炮 你就覺得這個人的能力就OK 也就是說透過這種聚會的互動跟交流 這也就是剛才一直在講說 我覺得這種人跟人的真實互動 才是真正的最有力量的方式 夢想錄 某種的看法是來自於這個層次上 那後來我才知道 我們在辦的這個叫 經營這樣的一個開放的空間 叫被稱為Hackspace或Makerspace 也就是說 其實我也是 那時候對Maker這個詞比較了解 就是看了一本雜誌叫 《蒲林文化出的Maker雜誌》 他說我真的翻一翻 原來我是Maker 或是朋友其他的風情 就是有些人竟然碰走說 或是有人看了這篇雜誌 就有人在我Facebook上留言說 欸 武器你是Maker 我真的嗎 真的好厲害 他看就這樣 也是說 今年還要再辦一次叫Makerspace 你可以把它當作一個科技宅宅 科技大大們的嘉年華會 你會在那邊看到很多亂七八糟 奇奇怪怪 很有可能 各種可能性的東西 他可能就是為了出發 也就是為了好玩 就是Fullfunk 去做一些東西 也有一些人為了障礙目的 還有從容的理由 基本上你在這樣的聚會裡面 可以看到很多奇奇怪怪 很多創意 很多真的有持續創意的東西 在這邊凝聚 在這邊流動 那其實對我來說 Maker 他其實 是一個很高度執行 能執行把自己想要的計畫 做出來的一個名稱 其實在過去叫做DIY族群 可是那時候沒有網路 可能自己做DIY 就完全靠你自己 可是我們有網路之後 其實我們透過網路各種平台 那種去Facebook 不管是Facebook 不管是Wiki 或者其他 你任何喜歡的一種社交平台 其實這種東西就會 慢慢的你的計畫 就會跟其他人合作 比如說有些人電子比較強 你就是在上面發 你願意把你的製作的過程 跟理由 把它發布出來 就會凝聚到一些人 會跟你合作 比如說我電子 其實我電子或是 一些機械加工的能力 非常弱 可是有些人就非常強 他知道我在做這個東西有趣 他知道我在做這個東西有趣 就是我覺得 任何計畫或是 任何社群或是 open source 的東西 就是第一要點就是有趣 有趣 然後你願意open source出來 就會開始凝結到很多人 跟你一起玩 玩這個合作 然後一起把東西做出來 那對我來說 就是透過這種網路連結的方式 原本就是DIY 就是Do it by yourself 然後慢慢因為透過這種網路的 無邊無邊的連結之後 就是Do it with others 你就會很容易跟其他人 有所連結串結 然後把你的計畫做出來 那時候我們的社群 也不單止只是在做 做一些個人計畫 包括是群體計畫 或是工作法 我們也有發現到 慢慢到一定程式 Ideuno慢慢紅了之後 慢慢熱絡的時候 其實我們很多人 就是我們社群裡面聯合在裡面 就發現很多人 都會認為Ideuno 是一個便宜的東西 可是他沒有人知道他 如果他在Ideuno後面 他其實是有社群 有一個open source 一個精神 一個哲學支撐他 就很少人知道 那剛好有一個西班牙老外 他就跟他們有一個團隊 在拍Ideuno紀錄片 從為什麼Ideuno會誕生 從全世界第一所的 互動設計學校誕生 然後為什麼他要open source出來 其實他open source出來之後 影響到各個領域 不管是知識教育 或設計 或是暫定表記 或是其他的 半七八糟的互動裝置 如果是幫助藝術家 其實他都有以Mylog去講 然後 我們那時候就 就花了一兩個月時間 把這個紀錄片翻譯好 然後丟在我們的部落格 跟大家分享 如果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Ideuno的紀錄片 找到這些東西 因為我覺得 Maker 如果真的有Maker 這個主權或這個名詞的話 我覺得他應該是跟 open source這個名詞 黏得很緊的一個狀態 然後接下來我想要講的是 我做了一些計畫 我可以很誠誠跟他講 我真的超弱的 落到一個拷北的程度 可是 可是我願意 我覺得 因為 因為跟佩津瑟斯的 或超薩克那幾個族群混互 或台灣最大的 open source的研討會 叫Costco 從他們身上那群 非常狂熱或是非常熱愛 open source的那些族群 我學到超多東西 有關於社群 有關open source 所以這個影響到 我在管做什麼計畫 我都會很誠實的跟大家講 為什麼要做這個 以及我自己做完功課之後 我覺得卡關卡在哪邊 那有個人想要去 有個人想要跟我一起完成這個計畫 或是其他可能性 那三輪車的計畫就是 前年我在工作的時候 就一直想做東西 就是 那時候有個朋友去 去荷蘭 對 他去荷蘭 荷蘭 荷蘭回來之後 他拍了一些照片 我說 因為荷蘭有些家長 會家庭 會騎著腳踏車 然後把小朋友塞在前面 當作仿壯感 而不是 把小朋友放在前面 然後騎著腳踏車去 上課上學 或是買菜之類的 那時候我對那種前置型的 三輪車 感到非常興趣 因為台灣大部分的三輪車 就是後輪 後兩輪 前面一輪這樣的房子 我覺得非常的 boring 所以我後來就是 前年工作結束之後 就 因為有一筆積蓄 就開始做那三輪車 那這就是後來完成的 那中間也有 也遇到很多麻煩 比如說 我不知道怎麼去設計這東西 那可是我都會 一直畫一些 手繪稿 然後到處求救 我這樣畫的行不行 我這樣結構不行 或者如果去 去找那種工業設計本 那底子的人 問他說這不行不行 後來有一個叫小劉的 那個 同事 也是網友 隨便拿 反正他就看到我空氣 你這個畫得超爛的 我就幫你畫一下好了 所以我那時候他幫我 至少畫了 大概 十來個版本吧 因為畫完之後 就覺得這好像少一個 防撞框 還是什麼 還是什麼東西可以做好 可以幫我再改版 所以他扮演的時候 他在接他案子的時候 我就會哀求 這樣好像不太行耶 可是我一定要去打鐵街 弄那個腳踏車 你可以再幫我修 他就很乖 很乖 就是被我熱情說感動 所以就幫我改了很多東西 後來我就去打鐵街 把這個東西做出來 那其實在打鐵街 還遇到一些問題 就是我不知道 怎麼跟打鐵師傅溝通 然後有一個叫謝老闆的朋友 就是跟我跟我講了一些超多的這種 機械加工 或是如果跟打鐵師傅 拌諾的一些支持 他本身他也很愛這些東西 所以他從下班之後 就立刻趕過來 然後跟我跟那個打鐵師傅 去修改奶奶的腳踏車 所以這個是後來完成的 那還有數位中心也幫了很多忙 他其實也給我一個腳踏車 讓我去修改和改造 因為我們不是長這樣 所以後來慢慢 差不多那一個月的時間 我都在打鐵街 一個禮拜多 都在打鐵街鬼混 所以就把這個做出來 然後參加了去年的Main Flare的活動 然後後來這個腳踏車 又影響到我的下一個計劃 就是一個Mobile的計劃 Mobile Mobile 直接不要管他 就是我們做了一個腳踏車的計劃 就是那時候我們 因為我在玩Open Source 那個Arduino這計劃 所以對三D表有研究 然後也約到一群 來自於 較大數位 數位建築所的一些朋友 他們本身 他們全身是大概就是在玩 玩三D表記 那時候我們常常鬼混在一起 有時候我去他們工作室去 去串門 只要來我 跑到那裡創門子 那時候我們就 因為你們大概也知道 三D表是去年整個大爆發 那我們那時候有點覺得 因為大爆發 可是很多人就會 加油天主 然後灌水 然後灌一些有的沒有的進來 就是三D表記 無所不能 那是GaF 那是MyGaF 我們那時候看了 我還想太規則了 然後我們就覺得說 我們需要用冰龍 冰龍的形式 冰龍管道去跟大家說明 或分享 三D表記是什麼 優點缺點是什麼 我們覺得它的可能性是什麼 以及我們覺得 三D表記 它應該跟環保再多靠近一點 就剛才國庭教會講了很多 就是他們為什麼選擇材料的問題 其實我們都在 我們其實都有一支一桶 在看這些東西 因為我們覺得 三D表記如果起來了 或廣泛了 它其實很有可能就 又在太平洋上製造一群 又多了好幾座塑膠道 這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做了 這樣三D表記的腳踏車 所以就 那時候大概11月那時候 就在台北市跑發照 就是 跑到一個定點 然後就跟大家分享 三D表記是什麼 然後 大概可以介紹一下 所以 最底部的 那是我們的墊平 我們一開始 設計版本不是這樣子的 一開始是平的 就是三D表一台一台再放過來 可是我們覺得這樣的方式 很難去解釋說 回收過程如何去 去進行到列印 所以我們就 變成垂直式的介紹 比如說最上面那一層 其實是 這個是攪拌機 就是你有一些 保特銘的肺 可以把它攪碎再回收 然後把它攪到碎片 然後第二層 這裡是一個 你現在看到的是一個漏斗狀 它其實就把碎片 丟進去之後 它有個機器 有個馬達 就把料往前送 送到那個噴水的地方 再把它融出來 融成三D表記的原料 就是線材 然後那個線材 再回到那三D表記上 讓它去電印出來 所以我們那時候一邊推廣 跟民眾在講什麼 三D表記 以回收的可能性的時候 就在講這些東西 然後 最近去年 去年年底的時候 有些理事端、雲端、世傑 還有最近的 有些媒體在報導 可是我們 我們試得 這個 這裡有個地方要澄清一下 就是我覺得他們 我覺得 有時候會對媒體 有點 有點害怕 因為他們把我們抱得太神了 就是 就像講的我們好像 已經真的回收很厲害 然後被產生 可是這個 這個對我們來說 對我們來說 它是一個概念性的 分享跟推廣 因為回收這件事 不是單單只有一台機器可以 可以做完成的 它回收需要一個 很專業值的機器 所以這些機器 是我們自己 自己想像的整合 以及參考其他open source計畫 所以它在回收的時候 它會產生一些問題 或是 它需要更漫長的時間 才能去產生一個 可以回收再製造的一個材料 那我們也不是說我們不誠實 而是我們那些料 有一捲料是專門去 哀求 有一個化工廠院 幫我們把回收料 真的捲 給我們去推廣和使用 那如果你要靠這台去 去生產一個 可以印出一個 徽章的料的容量 它其實 也不是太可能 是你要花非常非常多次 也就是說你要回收 回收了兩三天以上 你才能去製造一個徽章出來 而且那個製造出來 可能不是那麼透明 不是那麼品質的 它會 因為摻雜很多 很多雜舍或雜質 對啊 所以我覺得 對啊 因為我想要 有一天要改 弄個活動 怕我一定會被 被台灣玩3D的 那些前輩砍死 然後就 紅旗也在唬爛 可是我們 我們不是要唬爛 我們是覺得這種回收的機制 是推廣 讓更多人知道 也許可以影響到一些廠商 或是化工廠 他們願意去做回收這件事情 然後就產生好的料 因為台灣的那種化工 或許那 就是在台灣 在全世界應該屬於屬而 所以 其實台灣有一些 出產三明 物料系的料 是外銷到全世界的 所以我們就是試圖的想要 透過這樣的行動 這樣的 的 去推廣這件事 有嗎 結束嗎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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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轉 還做了 做了 我的tempo被打亂了 沒有啦 就是我 還做了一些 找大家一起來玩的一些 拿到一些贊助 找了大家一起來玩的活動 就是讓大家去 體驗改造 跟製作出 他們 處理他們自己的機器人出來 然後那時候 那時候 我們做了一個 108隻那種 的 的機器人工作坊 然後也是說 大概維持了 一個月的時間 每天晚上就在寶藏裡面那邊 大家都 就是下班之後 就過來參加 然後 把東西做出來之後 最後在台北一處 先把 把這些群體的作品 把展示出來 都拿到進去 大家會有 在哪兒 都拿到 人家 都拿到 一手 都拿到 開來 再兩手